厨房水盆掉了 这个case是在downtown 厨房盆子掉下 今天过来来 重新来做这个盆子 看这是什么 这是掉下来的 普莱坞的 看这上面什么 这 这揪下来 这些都没有粘牢靠 所以说 重新做 这一块 然后把这胶呢 都给它去除干净 下面都有胶 然后重新打胶 重新做 好 清理完这个夹缝当中的玻璃胶 这次它打的是白色玻璃胶 可能更牢固一些 但是也没有用啊 该掉还是掉的 所以说这个不是好的办法 好的办法就是该用石胶打 用石胶打 该用下面的support 要支撑support 在做台面的时候 就应该把support支撑好 然后再打胶 这才是一个一劳有益 绝对掉不下来的一个办法 所以 现在呢 基于石头台面已经做好了 那么 该打防水胶 用粘 还是该粘 归粘 然后下面做四个support 来支撑这个台面 让那台子不会再下去了 好吧 就这样啊 OK 现在呢 这就做好了 这些呢 就清楚的一堆垃圾 包括它之前垫的小木条 然后呢 现在给它粘好了 复原 复原 然后下面 垫好支撑件 永远的撑着它 你说再有重物 它怎么能掉下来呢 所以呢 这就是永远都不会掉下来的一种办法 好吧 就这样啊 OK 现在呢 接了些水 看一看有没有漏 这也是帮客人检查一下啊 因为 已经破坏过一次了 然后拿一张 释放用纸 垫在这 这是我的手 看有没有漏啊 这个不算 下水还可以啊 下水OK 有没有漏 这是刚才我的手上的水 没关系 不漏啊 可以 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